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损挂为什么是元吉呢 因为损挂基本上是损己利人 你只要记得这四个字 你这一生只要损己利人就是元吉 你如果损人利己的话不能长久 人跟人之间以利来互相计较的话 那一定会招待怨恨 所以孔子也说 仿于利而行过怨 仿就是依照 你什么都按照利来考虑的话 一定带来各种抱怨 有时候要退一步海过天空 否则的话呢 就算是你得到的也失去了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讲损挂的时候呢 为什么讲损己利人呢 它叫损下意上 你看损挂 你大概可以猜到损挂是原来什么挂 原来应该是地 天 太 太挂 等于是太挂呢 有一个羊腰到上面去了 太挂本来是底下是三个羊腰 那现在它损己利人 己是靠近我们的 叫底下挂 人是外人 是上面的外挂 我底下水是一个羊腰 来帮助上面的挂 叫做损己利人 那你看它的像的话 叫做山泽水 上面是山 底下是沼泽 我们看风景的时候啊 最美的风景一定是什么 有山有水 那这个水如果是流水的话呢 给人一种不安定的感觉 那最好的风景是上面这山 底下是泽 最美的山啊 是泽中的倒影 那才真美 你光看山本身的话 会觉得它太高了 给你压力 你看沼泽里面的倒影啊 又显得很深刻 颜色呢 好像又加厉成水的背景 像这叫做 我用我底下的沼泽 来帮助你上面的山 比如沼泽的话 山上的矿物也好 植物也好 动物也好 都更为滋润 所以这叫做 山泽水 我们一起念它的挂词 沼泽有福 缘吉 无救 可真 利有幽亡 何之用 恶鬼 可用想 那么沼泽有诚信 最为吉祥 没有灾难 后面又为什么说 没有灾难呢 因为沼嘛 沼本来是沼吃啊 很多人看到这种像 这个字 沼 就觉得说 恐怕有点吃亏吧 在后面特别提醒 然后可以证悟 所以有所前往 要使用什么呢 何之用 恶鬼 就会用来献祭 鬼是什么呢 以前谈过 鬼是 外源内方的机器 那么我们看 舍卦 它的虚卦说 缓闭有所失故 受之以水 前面是什么 解卦嘛 解卦 解卦 损卦 解代表缓解 困难消除了 困难消除之后呢 你一松懈 那马上就会有 损失 所以后面说 你能做到损下 异常 损几粒人 代表你有诚信 然后二鬼呢 代表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机器 上面可以放 鼠祭道梁 就放一些这个 我们种植的 骨骨啊 放上面 作为这个祭品 代表什么 心中真诚而 共评简单 鬼神也会欣然接受 所以在损卦里面呢 表面看起来是有损失 是有压力的 但是你真诚 你是损几粒人 然后你这个 对鬼神表示 真诚 那么你 简单的共评啊 鬼神也会享用 所以这是损卦 他含义也比较深刻啊 谈到什么 谈到跟祭祀有关的 只要谈到跟祭祀有关的 代表你在人间呢 按照一般的人间的规则 不一定讲得清楚 谁愿意损失呢 一句话就问倒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生意 哪里有损失呢 损失的话谁做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什么 宗教信仰方面的一种 深刻的考量 宗教信仰看到鬼神 往往跟祖先有关 比如说我替祖先积德啦 或是替子孙积德啦 那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考量吧 一个人成功得意的时候呢 他不能什么都拿去啊 他必须注意到别人同样有困难 有需要 这个时候他帮帮别人 加上他的子孙有困难 别人也以同样的态度帮助他 这不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一种情况 并且比较理想吧 我们写一下他的判传 判曰 神 神下意上 其道上行 神儿有福 无损 无就可生 利有优往 何之用 恶鬼可用想 恶鬼并有识 神刚地柔有识 神亦淫虚 与识皆行 那么 笋挂是减损下方而真意上方 他才与向上走的路 笋挂有诚信 最后的机枪 没有灾难可以正顾 事意游走前往 要使用什么 二鬼就可以用来献祭 这都是前面挂词的话 使用二鬼献祭应该配合时机 配合时机就是说啊 你现在是什么时机 你就用什么方式来献祭 减损刚强者 真意柔顺者 因为底下三个羊腰 本来是前挂嘛 你减损一个 往上面去 让上面三个阴谣啊 得到一个支持 就是所谓的上九啊 那么减损与真意 满盈与空虚啊 都随着时序而运行的 就是看看时机 适合了就该做 前挂是由太挂变成的 那么太挂的初九成为上九 这个比较特别啊 他不是说我们的九三变成上九 不是他就继续在运动 初九呢 从外面到上面去了 成为上九 使他特要下降一味 为什么要这样解呢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那么接着我们看他的大象 我们请念 相曰山下有则笋 君子以成分自御 好那这个笋呢又转个弯 相传是儒家的杰作 他要设法度过挂象本身的启示呢 提供你这种修养的方法 所以讲义礼的时候啊 就是毅经给我们什么样的观念 让我们做人处事 一般都在相传讲的最明白 他说山下有沼泽 要怎么办呢 要借记愤怒 杜绝食欲 成分自御四个字啊 宋嫂很多学者拿来当座右铭 你说你教一个年轻人怎么办 就是这个字啊 成分自御啊 你要借替愤怒 因为人最可怕的就是什么 愤怒 愤怒的力量太大了 一旦生气的话呢 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身 那这一生气什么时候做得出来 失去理智啊 后来冷静清醒之后呢 你跟他说 当时怎么会这样子 他其实也不知道 他是一直发怒 什么都不管 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家激怒 所以孔子呢 教学生的时候呢 他说 一个人学校要怎么样呢 要这个 尽润之战 夫售之缩 什么叫做尽润之战呢 就是 有人每天在你耳朵边啊 讲别人的坏话 尽润 看到没有 有人在旁边讲张三是坏人 每天跟你讲 就像滴水啊 慢慢滴慢慢滴 让你久而久之 每天听惯了 知道谁是坏人 但是 这是静润啊 用水 慢慢的让你这个 湿透了都不知道 那 夫售之缩 什么意思呢 用真药刺你的皮肤啊 那也得了 那这个 马上就会 受到苦 夫售之缩 这缩就是别人进财言 别人说 哎 张三昨天把你骂成不是人 你立刻跳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刺激啊 好像拿针刺你一样 所以精润之战 夫售之缩都行不通 代表你这人啊 很有远见 脑袋很清楚 不会被人利用 天下这样的人很少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要惩恨自愈啊 否则就受别人利用啊 一边有欲望就会受人利用 你要设法杜绝是愈 这个欲望啊 这个是无止尽的 无止尽的 人很少会觉悟说 哎呀我已经够好了 不会了 他说希望有更多 他是一山望见一山高 没办法 所以你看到损挂 损己 怎么损 乘分之欲 那这种损是好事啊 孔子也说君子有三阶 三方面你要接替谨慎啊 所以从这边你也知道 你看到处都教你 怎么样修养自己 人生的这个困难重重啊 所以在存账里面 也提到这一点啊 我们再看解读第二点 另外一段论语的话 有个学生叫做樊池 他请教老师 什么叫做迷惑 因为孔子说过他四十二不惑嘛 那请问什么叫做四十二不惑呢 我到四十岁可以没有什么迷惑了 困惑了 所以学生就问啊 一个是子章 我们在这边特别提到的是谁呢 是凡慈温 子章问的话孔子怎么回答 孔子说爱之欲其身物之欲其死 既欲其身又欲其死是会 你爱一个人希望他永远活着 你恨他的时候希望他的一个死掉 所以同一个人又爱又恨就是迷惑 这个孔子讲这种话 好像他有一种爱情的经验一样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怎么听这种这句话呢 孔子就这样讲讲的很自然 代表什么困惑来自于情感 那么凡此的学生问说 请问老师什么叫迷惑 孔子的回答讲的更简单了 愤怒 你看他说 他说一朝之愤 忘其身以及其亲是非或于 你一时的愤怒啊 忘记自己身体的安危 也忘记父母的安危 所以你一时的愤怒 忘记自己也忘记父母亲的安危 这不是困惑吗 所以理念里面只有这两个地方 明确谈到什么叫困惑 而孔子回答的时候都讲到情绪 情感的一种调节 你不能控制情绪 你情感没办法调节 那就是造成各种复杂的问题 不可收拾 好我们继续看到内容 第一个初九 已是传往不救 佐损之向月 已是传往上河至也 他说办成了事 就赶快前往没有灾难 要佐量减损 你刚刚上场进入损挂 你不要损得太严重 因为那个本来的初九 已经到上九那边去了 反正他说我们下挂三窑 去帮助上面的 一个就够了 你两个就不是这个挂了 看到没有 我本来是三窑 我现在上去一个窑 够了 再上去一个窑的话 就是我自己变成一个 那你只有三个嘛 你去一个你还是两个 还算是一种损挂 三窑 你再去一个就不是损挂了 变成别的挂了 所以他这边说 办成了事 什么意思呢 他本来是太挂的 九二降下一位 以及太挂的初九去 异上才造成了损挂 所谓的已是 就是办成这个损挂之事 要做损下异上的事啊 必须着损之 不可过对过样 就是你要衡量自己的情况 已经上去一个羊鸟了 你这个初九就不用太着急了 那么初九的船网啊 船就是立刻去走 是因为他跟六四阴阳正印 是上和字也 所以五九 初九六四正印 那么再继续看 初九跟九二呢 都提到至这个字啊 我们请念九二 九二 真凶佛损 意知 向远 九二立真 终以为至也 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初九跟九二都提到至这个字呢 就代表我在下挂 我有这个心意啊 要去帮助这个上面的挂 所以提到至 这代表心意 对吧 这个损挂呢 意思就很明白了 那这个时候九二就不应该动了 随于真故 前进有凶祸 为什么 你在前进就不是损挂的 反正你要常记得 这一个挂有很多时候叫你不要动 是说你动的话就影响全局了 那有的挂可以动 是因为你动的话对你来说 持有利 在损挂里面已经损了 你不要再动了 所以不要减损 你直接说扶损 不要再减损了 那就有真意 你守住你这个位置啊 那就有好处 你得到中的位置就没问题了 那么再看六三 我们今天 六三 三人行则水云人 一人行则得其有 相约 一人行三则一也 原来三人行啊 最早出现在这里 论语里面也有孔子说的话 只约三人行必有我食言 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所以三人行最早出现在这里 这是摇词哦 如果是小象的话 可能比孔子论语要弯 但是在摇词里面就肯定比论语要早 这是周焚王的杰作啊 我们就要去理解 他这边说什么 三人一起行走就会捡去一人 一人行走就会得到友伴 这里面就很丰富了 第一个你看卦象 六三在上下卦之际啊 对于太卦变为省卦有所观察 太卦下前上坤 皆为三个同姓瑶走在一起 一变而为省卦 就变成新的局面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九有六四六五为友 六三呢 有初九九二为友 异性相处为友 同姓之为恒 这是一种说法 等于是三米洋洋如果都在底下的话 它跟上面三个印象完全隔绝嘛 地天态啊 但这个态是大整体格局的态啊 它本身是消息卦 消息卦都有个问题 印象不交错就是消息卦嘛 那你现在变成损卦之后呢 哎 好了 这个上面的上九有六四六五 你看 阴阳可以协调 底下呢 初九九二有个六三 都可以得到一种阴阳的协调 就这边讲这个 但是 更深刻的是解读第二点 提到什么 提到细致下 好我们简念 天地因云万物化存 男女构金万物化身 一约三人行者选一人 一人行者得其友 言至一也 什么意思 这个就看白话了啊 我们就直接看 用白话来说 比较清楚啊 天地的阴阳二气 亲密流通 万物得以变化而丰富 雄性与雌性 精血交合 万物得以变化而产生 他这是把阴阳当作两种相对的力量 来配合 一经常说这句话 你看最后一句 说的就是阴阳要合而为一 言至一也 阴阳要合而为一 阴阳合而为一的话 三个都一样啊 那你如果说能够分开的话呢 他能够各自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对象 就没问题了 为什么三人行人不好呢 我们现在简体字啊 这个重这个字就是三个人画在一起啊 群众的重 我们的繁体字是反了一点 平常书写的时候 简体字是快的 但是简体字写久了之后呢 就不容易知道他本来在表达什么 象形的含义啊 都不容易掌握 但是三人行你看三个人叫重 就是简体字啊 本来你说三个人的话就不容易同心协力嘛 怎么一个人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是吧 三个和尚没水喝 三个人的话就变成退却责任了吧 好 那存挂里面六三这里啊 就是要调整 也没有说你好爱 六四我们一起看 六四 春七吉使船有喜不救 像月春七吉亦可喜也 如果你问说我现在生病 沾就沾到这个窑 让他赶快有喜庆 说到这个喜庆啊 跟疾病合在一起 就代表复原了 不是说另外有什么喜事啊 能够复原就是喜事 然后他说 渐渐他的疾病也值得欢喜 六四为什么会提到疾病呢 他的护震里面 这边是有一个 九二六三六四护震 那六四为什么特别讲护震三个窑嘛 为什么六四印在他的上面呢 是因为六四在正挂里面的最上面的窑 一般讲正挂的时候呢 中间的窑比较没有什么影响 底下那个阳窑开始正了 上面那个第三个在这边就是六四 就正的最厉害 因为正挂的最顶端嘛 那么正代表绝躁 也代表游异不定之急 损挂是损下意上 所以六四呢等着底下的支援 代表他本身呢 还好有初九正印 一般讲喜这个字啊 就代表阴阳正印 要不然就一定是阴阳乡邻居啊 作弊啊 所以可以看到啊 这个特别注意一个字啊 六四是使船有喜 你再回头看初九 以示船往 它相应的地方 常会有相似的概念在里面 好现在到了六五了 我们一起看 六五或一之十捧之规 符刻为原吉 相约 六五原吉至上又也 这不简单啊 原吉又来了 在笋挂里面挂词是原吉 六五这个谣也是原吉 我们等一下看到意挂更特别 意挂是唯一的 一个挂六个谣里面 两个原吉只有意挂 就代表选意的意啊 所以笋跟意啊 是人间常要考虑的 我要笋下意上呢 笋几利人 还是要笋上意下 我当老板照顾底下 他都是有这个 说明人与人之一样的 生来就不平等 更不要说发展的结果 一整个损意啊 常常就要考虑啊 所以你看孔子跟朋友来往 有一段话 我一直觉得 没有人做得到 在轮运里面 乡党边 说 朋友之愧 虽车马 非记肉不败 啊 这句话 天下谁做得到 朋友送给孔子礼物啊 虽然送的是车马啊 只要不是记肉 孔子不跟你 败 败代表 打工做意九十度啊 就这么办 记肉什么意思啊 我在家里 既是祖先 所用的肉 就杀一只猪 祭拜祖先 我不可能 一家人怎么可能 把一只猪吃掉呢 古代也没有什么冰箱 冷藏的技术啊 所以这些鸡肉 就要切一块一块 送给亲友嘛 你到孔子家去拜访 说我送一块 祭拜祖先用过的肉 点灵 孔子是做意拜谢啊 鞠躬九十度啊 但是你跟孔子说 哎呀 我最近做生意赚了钱 送你一辆奔驰 孔子钥匙拿来就用 谢了 就用了 他不会跟你鞠躬九十度 谁做得到 我就做不到 你说我奔驰 我就快跪下来了 不容易啊 那么价值观多么明确 一点都不含糊 因为祭拜祖先想到我代表你把我当你们家族的朋友 上告祖先 我一个朋友叫孔子 那孔子认为 哎呀 这真是情深义重嘛 你送我车 你一定车很多嘛 开不完嘛 我帮你开嘛 是不是 朋友本来就有同才之仪嘛 我这一生不能忍受一件什么事呢 一些人号称好朋友 有的妈叫炎冤 穷了要死 有的叫子贡 富了要命 我不太能接受 所以大家既然是朋友 你看到别人那么穷困 你能够装着没事吗 是不是 知道我这句话代表子录吧 聚马一求雨 朋友共避之而无憾 子录知道有这样的指向 对不对 朋友用坏了 完全没关系 所以我们学儒家 我们就要问了 儒家说的是一道理想空想 或者它是一道合乎人性 真正要求的东西啊 我个人看法当然是合乎人性 因为杨虎也说过 是孟子引用杨虎的话 为负者不忍 为负者不负 你做很多好事 你不会发财 你要发大财 你不会做好事 那我们希望是两者兼顾啊 你先发大财 你再来做好事 也可以做到 这是不容易的事了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筍卦为什么那么特别呢 我们看他的白话 有人争议他价值十棚的归 不能拒绝最为吉强 六五最为吉强 是因为从上位者得到保佑 是谁呢 最上右也这个上代表上九 因为上九是从底下上来的啊 从底下上的时候 谁做到最大的好处 当然是六五嘛 六五在中间的位置 本来上面是一个上六 因为他是一个太卦嘛 地天太 那现在呢 来了一个上九 让六五可以靠 等于是 帮他抵抗的外五五 我外面可以挡住了 我们看 为什么提到十鹏之龟这个词呢 鹏这个字 古人以贝为货币 一创五倍 两创为鹏 我们还记得 冠鱼吧 冠鱼以工人宠 叫做三地剥挂 剥挂 剥挂到六五 变成一串鱼 所以这个鲲挂很有意思 那它三个 鹰窑在一起啊 就跟两串东西一样 三个鹰窑嘛 变成两串了 两个 两列东西了 那么 古代的是一串五倍 两串为棚 所以这个棚是指那个 古代算那个钱 因为贝代表钱币啊 古代的钱币很多 有一种叫用贝壳来做的啊 那么 六有九二正印 有上九可以相成 比如从九二到上九 形成一个大的鲤挂来了 龟来了 龟是一个鲤挂 并且它是大的鲤挂 你可以看到 九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上九 好大一个鲤挂 鲤挂本来一个鲤挂了 它就变成三个鲤挂在中间了 当然够大了 所以就变成十童之规啊 为什么 因为六五在护坤 六三六四六五是护坤啊 护坤的话就变成两串倍 所以说它是十童之规啊 福克为不能拒绝 请注意克这个字哦 克这个字在古代经常作为能或不能 为什么我解释论语的时候 讲到言原编第十二 我就一定要把它解成什么 克己赴礼为人 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礼的规范 为什么要这样解释 因为克在古代作为能够讲 非常普遍 好 我们再看这个上九 上九应该是这个卦的主摇 我们一起念 上九 福笋 易知 无救 真吉 利有优往 德成无家 相约 福笋 易知 大德智也 智这个字又出来了 三个羊瑶都提到智 哎 这很有意思啊 所以它这个也是有脉络 你仔细研究就发现 还是可以理解 在损挂里面三个羊瑶都提到智 对啊 我们羊瑶就是要你帮助这个印瑶的 那么这边在说什么呢 它说 不是减损 而是要争议 我上九已经到上面来帮助你们忙了嘛 没有灾难 正乎吉祥 所以有所前往 德成无家 四个字啊 代表什么 他的家本来在下挂嘛 我是底下是一个钱挂呀 我现在离开我的同类 两个羊瑶到上面来 我没有我自己的家 但是我得到成 什么叫成 上九底下三个阴瑶是一个坤挂 坤挂就是成民嘛 对不对 老百姓啊 所以我现在得到老百姓得到成 而我没有自己的家 这为了什么 充分实现自己的心意 在上的位置啊 居然来一个大德制也 这不容易的哦 一般到上的位置都有一点 哎呀 抗皇忧悔了 这个 穷途末路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要来帮你们忙 现在可以帮成了 所以